我们再看看高中 科本荣中间有的一首 很有名的杜甫的代表作 我们看看这首诗 邓玉阳楼 在唐诗中间 有两首写玉阳楼 写的最好的 一首就是沐浩然 宁洞天湖 曾章丞相 大家记得吧 八月湖水平 含须昏太清 弃真云梦泽 拨喊岳阳城 预计吴周吉 单居此圣民 作官垂吊者 头有献云情 这就是这首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席文洞天水 京上岳阳楼 无丑东南侧 乾坤日夜湖 清澎五一字 老病有孤舟 龙马观山北 平衡替世流 我们看看这首诗 他写的这首诗 没有多长时间 他让人家去死了 而且死在长沙 这个地方 清州 而且是夏天死的 我们看看这首诗 一个人快要死了 你看他是想着什么名堂 我接受过一些年龄大的老师 我接受过一些年龄大的老师 我就感觉到 他们是年龄的增长 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去世了我的一个老师 我比较尊敬他 他大概到了六十多岁以后 他就不买书 不买书了 他原来爱书如命 听懂了没有 当然六十多岁以后 为什么不买书呢 我估计他自己觉得买的没什么用 你知道吗 他说我有时候我在家上 我说你在书店去吧 他说我看一看 我说今天没买 他说没买 我现在不想买书了 我当时我就感到很悲凉 我就想 我说这个老师在等死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说他在等死 他现在什么都不干 我当时我回来就写个主题 我说我一定要发誓 一直到死之前一天还要学会买书 听到没有 好恐怖 一个人也是 打算不买书了以后 那好恐怖 还有一个人退休 他很不想退休 让他退了 我说退的蛮好 他说回家去等死的 很悲凉 你看杜甫 那是他快 你看他是怎样想的 杜甫是怎样想的 他说西文洞天睡 金上岳阳楼 他这两句大家注意 这两句中间 他写得很沉痛 大家注意到没有 西文洞天睡 金上岳阳楼 他说我小的时候听说洞天 阳波浩渺 听懂得吗 我今天终于爬上了岳阳楼 能够看到了 他写出了什么 他苦难的一生 听懂得没有 从年轻小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他当年听到洞天睡 西文洞天睡的时候 那是音之薄发 那就是当年的沐浩然说的 什么 气真云梦泽 波浩岳阳城 那真是不得了 沐浩然为什么写得这么有气势 他真是处在圣堂 听懂得没有 处在大唐圣寺 我们的常想中 天天想着就打别人 真是征服四海 所以他心中博有着那种蓬勃的激情 你都就知道那是圣堂的诗 气真云梦泽 波浩岳阳城 他心天也垂垂牢矣 时代是动漫不堪 你看 他说 无丑东南彻 乾坤日夜糊 大家注意 三四句 仅成第二句 为什么 都懂了没有 金上岳阳楼 三四句马上就写 金上岳阳楼之所闻所见 看到了没有 看懂了没有 他在岳阳楼上看到了什么东西 无丑东南彻 乾坤日夜糊 那个三四句 仅成第二句 为什么 西闻洞天水 看到没有 那是洞天 听懂了没有 金上岳阳楼 金上岳阳楼 马上三四句写 金上岳阳楼的所闻所见 见到的是什么 洞天水 注意到没有 我讲清楚了没有 洞天水 洞天是个什么样子 无丑东南彻 它是写无和丑 无 大家就是说 金南江泽 丑是我们湖 我们的湖北湖南 为什么写无丑东南彻 他洞天湖 搭这个钥匙 搭这个没有办法 怎么样啊 我们 南半边天下 大唐帝国的 有洞天湖 一坡两边 听懂了没有 坡的南边的 东南的那边 就是湖 西南的这边就是什么 楚 无丑东南彻 彻是个什么意思 分裂 大家注意 因为国家是动荡 它暗含了国家的动荡 你看 无丑东南彻 乾坤日夜湖 它表达的一个什么东西 乾坤日夜湖是什么意思 钱是什么 天 坤是什么 地 为什么人家叫乾坤日夜湖 它这些表面上是写 冬天湖搭这个没办法 天和地周在冬天湖中间怎么样啊 张作 听懂了没有 杜甫游说 记不记得日月之行 弱处其中 新汉灿烂 弱处其底 它是写的哪大了 它是写大海 大的没办法 整个天全部在大海里面张作 它真的写什么大了 冬天湖很大 大的没办法 天地都在冬天湖中间张作 但是它是写的什么 你看 是五丑东南车 是乾坤日夜湖 大家注意 它的景见非常扩大 是不是这样 它是大鼠笔 景见非常的扩大 但是它又暗喊了什么 国家的什么 动荡和分裂 对待了没有 它写的很了不起 你看它底下写 青铜五一字 老病有孤舟 为什么 你看 它说 乾坤日夜湖 为什么一下子挑战了 老病有孤舟 它的心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大家说 三四句 是灯楼之所建 五六句 是灯楼之所感 注意到了没有 是不是这样 它为什么 突然感到了这个呢 它有动天湖的厚渺 扩大 突然想到自己的什么 孤单和渺小 它那种 联想子叫什么 对 它是一种反类的联想 它是一种动天湖渺 扩大 想到了自己的渺小 青铜五一字 老病有孤舟 大家还要注意 它对我是漂亮 注意到没有 无得什么 无得有 一字对孤舟 这对得太好了 青铜得老病 名词对名词 得得特别漂亮 大家注意 它写了个什么名堂啊 人生走向了极峻 看到了没有 青铜五一字 它想要的 偏偏一个字都没有 它想到最讨厌的是什么 它最讨厌的是什么 一个人病的时候 都偏偏到处漂泊 它讨厌的偏偏怎么样 有 它想要的偏偏无 它人生非常的悲凉 人生非常的悲凉 你们年龄太轻了 你不容易懂它 这就是 年龄大了以后 我发现了 那个人都是个 实际上有一个年龄的 我觉得有个年龄的 有个人生的体验 你体验多了 你不同的人生 你的东西有不同的体验 比如对陶阳明 我年轻的时候 像你们这大年龄的时候 那个鬼种豆南山下 草生豆苗西 我硬是不知道 好在哪个地方 我实在不知道 好在哪个地方 我从农村来的 那肯定就是南汉种的地 听到了没有 种的草生豆苗西 对了没有 年龄爸的 我真的慢慢就慢慢知道 它好在哪个地方 杜甫这时候 它写得非常的沉痛 清捧五一字 老病有孤舟 大家注意 三四玉非常的扩大 五六玉又相当的 警戒又很小了 你看到了七八玉 马上就不是这样的 龙马观山北 平线T四流 这真是豆腐了不起的 伟大的地方 大家注意 伟大在哪个地方 如果我写这个诗歌的时候 清捧五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我觉得大家要写什么 写我的绝望 我是我的绝望 我的悲凉 我还要发牢伤 我的倒霉 听到了没有 我回来还要骂上帝 上帝太不公平 听到了没有 豆腐的伟大在哪个地方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他马上他不是想到自己的不幸 他想到是哪的不幸 国家的不幸 龙马观山北 平线T四流 当时的北方还在打仗 南方也在打仗 他认为想到天下还不安宁 我一想到天下的人民还在受苦 他爬着个栏杆 在越洋楼上就怎么样了 眼泪鼻子都来了 平线T四流 我和大家讲 这个杜甫他又不 你看他快要死的人了 听懂了没有 他伟大在哪个地方 他快要死的人了 杜甫也没有想到还去当个什么处长 他也没有想到把这个事后拿到哪个地方去发表 他什么都没有 他是至情流露 他和国家和民族总是保持着同意 表示在一起 这首诗写得特别的漂亮 我们再看看他另外一首诗 《楼上》 这首诗写了这首诗 大概没有多长时间 他离人世就 我估计可能还没有一个月 这也是在流落到湖南写的 你看 楼上 天地空烧手 贫臭白玉沾 黄雨三级白 身世五湖南 年雀劳干慧 愣财亏气难 那你难自救 终是老乡滩 我告诉你呢 古人说一个人要死之前 对自己是有一点点直觉 我觉得杜甫就有一点直觉 知道自己要死了 而且知道自己要死在哪个地方 这好恐怖啊 你知道吧 他说 他可能最后就死在这个鬼地方 他真的死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看看这首诗 这首诗写得几漂亮 天地空烧手 这句话写得很沉痛 你知道没有 天地活气霸 看到没有 在天地底下一个人在干什么呀 在干什么 在抓头 烧手就是抓头 为什么说空烧手呢 那还不是没有头吗 那不是光光头就是空烧手 抓了头没有用 听得了没有 就是抓了头又解决不了问题 想不出点子来 抓了头又没有用 你看 天地空烧手 平臭白玉沾 为什么平臭白玉沾呢 因为他没办法 总是将那臭将那臭 我估计他到这个时候 他四十字就说怎么样 拔头烧更大 昏雨不胜沾 记得吧 他这个时候 我估计他可能真是没有什么头发 不知道怎么还有白玉沾 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平臭白玉沾 黄瑜三级北 天地有四级 对吧 黄瑜 黄地在哪里 在北方 三级北 深四五湖南 泰国人 在南边 你看底下 真是说到美奂不王君 真的是有一点道理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说怎么样了 梁雀 劳干 慧 我们说总是吧 有个贬义词说 身在江湖 心在谓雀 记不记得 说是有观影的人 他可不是有观影 他真的是关心国事 他说梁雀 劳干 慧 弄财 亏 我没有什么财干 他让我有什么办法呢 难以难自救 他让我不仅救不了国 他让我今天我连救自己就救不了 终是老乡他 这次写的都非常沉痛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读渡福的诗 年轻大的我读得太伟大 我才慢慢喜欢得了 年轻的时候我不希望得得太沉痛 渡福实在是得的人很沉痛 他的诗歌非常了不起 我们再看看 豆腐的晚年是孤两期的 那么他常常以美好的回忆 其人的美好时光 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大家注意我们看看 他晚年写了很多很多一席的诗 为什么他写很多一席的诗 我能够理解 他晚年 他已经在自己要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 一个老人就喜欢回忆当年 你看 我们现在说好汉不骑当年安慰 其实这是个很 这是个非常残酷的话 这个不对 你知道吗 好汉就要骑当年安慰 一个人老了以后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必然我现在五十多岁了 我前几年想的问题 或今年想的问题 就不一样 我再过几年 过个十几年 我再想的问题 当然能不能和十几年 我也不知道了 如果真要和了十几年的话 你说我们天天十四六斤 能不能和多少年 我真是数不清楚 对吧 但是我和他就讲 每一年思考的问题都不一样 是我在过去 是人生走向镜头的时候 在心理上的表现 老人在难堂的玩警面前 无理单独地承受 孤独凄凉 让过去那些令人激动 令人流量的日子 自运到那种枯舌的心田 豆腐的少年 青年老年 都有他值得夸耀的时刻 特别是他青少年时代 曾经经历过 走过 他的走过 最繁荣 最强大的盛世 命中底下一首是 我们看上他 这是他 一喜二首中间的一首 一喜开远 前胜 小于油肠 万家食 小于油肠 万家食 是什么意思 肠腹于明 对吧 就是肠腹于明 一个小的地方 那是简直 肺得流油 稻米牛子 熟米白 公司仓品 飓风时 九州道路 无彩虎 远行不老 即日出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下 九州道路 无彩虎就怎么样了 有安全感 对吧 人民有安全感 今天的人民 真的是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城市 稍稍低一点的 楼层的仓户里面 门口都搞得铁栏杆 对吧 你看就知道 没有安全感 你随便到哪个国家去 没有中国这个特点 这是一大景观 一大景观 远行不老 即日出 什么意思 远行不老 你们今天的人不理解 古代的人 要走远的 就要找个善民先生 算一算 或者找一个防盗 即日 听懂没有 否则你出门以后 就回来不了 听懂了没有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古别人说 我 你们看过 水湖的吗 水湖的二娘 记不记得 整人把那个人 把武松整人 把武汉药一吃 整人把他怎么样了 整人把肚子 包子肉 听懂了没有 好侠人啊 你知道吧 吃人肉 在古代是常有的事 你在哪个 你在哪个宾馆的住下来 第二天早上 可能就没有你 为什么要帮他杀了 没有没有 远行不老 即日出 有人在唐朝太富有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看 骑完楼高 车斑斑 难跟伤 不相识 这才是叫太平盛世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才是叫盛世 那么他自己 他也有他 值得骄傲的时刻 他曾经自己 他说自己 往事文采 动人主 今日饥寒 欺漏旁 他曾经 也有过他的欢乐 有过他的 激动昂扬的时刻 有过他激动昂扬的时刻 他正式地表现了 这个时候 正式地表现了 这个时候 杜福的 那个 诗诗特征 我们 讲了他的 上一讲 我们现在还是 接着讲 杜福的诗诗特征 我们接着讲 杜福的诗诗特征 我们今天要分析 和大家一起 分析杜福的 秋心把手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 分析他的秋心把手 我们通过他的 晚年的秋心把手 我们看一看杜福 他是怎样反映 他那个时代 由神转塞的 民族心灵的变动 我们一手一手地讲 我们整体把这个 把手诗都讲掉 我也希望大家 把把手诗都背好 来听扣的同学 不管是旁听的 还是来 来拉过的 希望大家都背手 如果你 没有买到杜福的 求证老的 杜士享祝 或者布奇龙的 杜杜兴建 或者杨伦的杜士竞权 这些我们专业的 这些同学 你最好要买到 旁听的东西 如果你不买 这些东西 最好买一本 萧迪辉先生的 杜福思想 人民文学 出版社的 即使是我们 这个专业的同学 我觉得买一本 萧迪辉的杜福思想 也是很好的